眼前这支不断连发的弩箭 被称为1800年前的加特林 它不仅能一次连发十支箭 精度还很高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诸葛连弩 那么这件古战场上的大杀器 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呢 弩也被称为十字弓 由臂 弓 机三个部分组成 它的核心部件就是目臂后面的匣子 又被称为弩机 匣子的外壳是锅 里面只有三个零件 带有刻度的是望山 它的作用相当于现代枪线上的表尺 可以对应调整射击角度 望山连着的是牙 用来勾住弓弦 旋刀的作用类似扳机 在发射弩箭时通过望山进行瞄准 然后搬动旋刀使牙下缩 让弓弦脱钩 从而利用张开的弓弦 急速回弹形成的动能 高速将箭射出 这就是单发弩箭的工作原理 可战场上瞬息万变 弓箭手要想取得先机 连发非常有必要 于是诸葛亮发明的诸葛连弩 闪亮登场 其实他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发明出连弩的人 现存于金州博物馆的来自战国时期的连弩 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那为何后发明的诸葛连弩的名气 却比前者高得多呢 眼前这个就是三国时期的加特林诸葛连弩 仔细观察 它的结构非常简单 相比单发弩箭 它取消了弩机 外加了一个剑匣和连杆 在设计时只需推动连杆 让剑匣向前移动 使弓弦勾住剑匣的凹槽 然后连杆再带着剑匣和弓弦向后移动 直到最后连杆会将弓弦推出凹槽 使其带着剑匣底部的弓箭一起向前飞去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么简单的结构诸葛连弩是如何做到连发的呢 原理很简单 看到连弩弩壁上的匣子了吗 就像弹匣一样 这个匣子里面装满了弩箭 当最下方的弓箭随弦射出后 上方的弓箭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下 自动填补下方的空缺 如此一来 一支可以连发的诸葛连弩就做好了 因为其结构简单 连动杆还运用了省力的杠杆原理 它可以带动更大力度的弓 反观战国时期的连弩 它是通过拉动拉杆射出弓箭的 这种结构不仅复杂 而且仅凭弓箭手的拉力 无法带动力度大的弓 在战场上肯定是武器越厉害 士兵活灭的希望也就越高 所以诸葛连弩堪称当代神兵 然而这件神兵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 真正的诸葛连弩早已失传 大家对它的了解 只局限在史书上寥寥无几的记载中 因此也有了很多争议 比如史书曾记载其 一弩时势俱发 就有人认为 它是一次同时发出实箭 也有人觉得 它是可以先后连续发射实箭 事实究竟是什么 我们无从考证 屏幕前的你怎么看呢 我们下期再见